朋友,我们用六个符号来考专业的PMP的考试 那么这一项PMP的专业人员考试呢 最重要的就是考你的快速阅读能力 以及你的写作、写答案的能力 那我们就来利用六个符号来帮助大家 怎么样子能够考到更高的分数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例题 在看英文的时候先找123主持动词 接受动作的字 You are managing 你现在正在管理、处理一个project、一个计划 在什么地方呢? In a foreign country 各位借此加名词成为一个片语 所以各位单独地看一下 在一个外国的国家做专案计划 In this country 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呢 123 你看又是一个123 刚才这里123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一个严谨的英文文法 那么有呢 There is叫做有 A no more practice 一个很寻常的一种 这个practice practice在这里不叫练习 而是一个做事情的方式 那么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方式 For business people 又来借习此加名词 对于做生意的人 做业务的人 To exchange gifts 又看到这些词 去交换 交换礼物 什么时候交换礼物呢 会带出来一个词句 一直到这个位置 这个词句里面 有一个主词 有一个动词 When very large contracts 当很大的这些合约 被签订的时候 好 那么这中间来个插路语 这个插路语呢 我们看到such as 例如the one 是一个 one指的是前面的合约的 其中一个 后面省略了一个which 形容这个one You are working on 你现在正在处理的 这一个合约 例如这样的合约 被签订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交换礼物 好 我们继续的看下去 The gift is 这个礼物是 是什么呢 of a greater value 好 各位看到这个用法 会比较不舒服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借词加名词 各位 这是我们对于中文的人 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学习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英文 有一个字叫valuable 叫做有价值的 这是一个单字 我们很舒服 但是它也可以等于片语 借词加名词成为片语 叫做of a value 意思也是有价值的 那么如果你是用valuable 你会放在字的前面 比如说一个有价值的礼物 a valuable gift 可是如果你用片语 你就要放在gift 这个名词的后面 你会说a gift of a value a gift of a value 有价值的礼物 后面翻译前面 如果是很有价值 前面加个very very valuable 那这边就加上great of a great value 一样的意思 所以各位把这个观念 带进去 你就看懂了 所以六个符号英文符 一开始就会很清楚地 告诉各位 英文是怎么组成的 字片与子句 你就可以更精准地 看得懂英文的句子了 否则各位一定有很多的痛苦 为什么字看得懂 却意思 却不是很明白 好 同理 我们把它调进去 of a greater value 一样的道理 就是很有价值的 可是这里他用的是比较急 这个更有价值的 有一个这个礼物呢 是更有价值 比什么价值还要高呢 than your company's policy 比你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政策 什么政策呢 for gift exchange 好 这又是一个片语 后面翻译前面 对于礼物交换的 公司的政策呢 will allow 是可以允许 你们公司也许可以允许 一万块钱的礼物 可是这个礼物 要of a greater value 是价值更高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要怎么办呢 you have a given 你已经给了 a gift 好 那各位有时候在国外做事 你得赶快去下决定 所以你就已经给了 这是现在完成式 a gift 一个礼物 of a similar value 好 of a similar value 借字加名词 刚才说过 of a value 就是有价值的 价值的礼物 similar再加进去 是相似的 所以一个相似的 价值的礼物 后面翻译前面 把这个 有相似价值的礼物呢 送给谁呢 to the customer's representative 送给对方这个 公司的代表 representative already 已经送给他了 好 已经超过你们公司 可以允许的标准以上了 这个时候 what should you do 你该怎么做呢 好 那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考验经理人的智慧 他下面提供了四个方法 给你做了选择 好 那我们选择这是第二个 那你就赶快呢 you contact 又被省略了 contact叫做联络 your company's management 你们公司呢 的这个管理部门 赶快回去 好 先去报备 and seek 而且寻求呢 for assistance 去寻求这个协助 这样子 以免以后有风暴 或者有问题 好 那这样子 你就选出了一个必选项 可是你还要答出 更仔细的一些内容 那就是要靠你写了 好 那么各位 如何来写英文 你要怎么样子的 写出英文是正确的 那这本书 就给各位参考 这非常非常简单 先找一二三 很简单的方式 那其他怎么加上去 各位利用这个书来学习 很快的就可以把英文的句子 写个八九不离十 好 那这样子来考PMP的考试 自然会有一些帮助的 好 那各位 什么是六个符号英文法 其实就是简单的六个符号 就能把英文说得清清楚楚 这整个架构 所以各位在学英文的时候 不只要认识单字 你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文法 而六个符号英文法 更进一步 要各位要有声音 有了声音 再配合一小节 一小节 一学就会 一学就记得的方式 让各位学用考同步 所以你学完就能用 用完就能考 好 那各位朋友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寒寿的正式的课程 完完整整的学习 英文的文法 阅读 写作 再到网络会员区 去做更多的做 跟听讲一小节 一小节的考题的讲解 希望这样子 能够帮助 要参加PMP的朋友 分数 能够通过考试 请不吝点赞